面板股有機會也可以落後補漲嗎 媽媽請教瘋路 頭信在先前買友達 聯武買之後 在今天是開始小賣了 那麼面板股 現在友達還有群創 對明年都看得很樂觀 你會怎麼觀察 其實明年的景氣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友達的董事長 彭雄亮特別說 明年會溫和成長 群創總經理楊祝祥 也對面板神聖樂觀 股價其實是近期的新高 三個月新高 但他們有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基本上 整體的景氣循環股 都有走了一輪 我們過去熟悉的景氣循環股 是不是有記憶體 記憶體最近也很強 我們其實從三月就一直講 然後我們有沒有看 還有看到像這個 這個被動元件也是一樣 那今天來看的話 雖然外資是呈現的 那個投信是想要買 但是外資今天大買四萬多張 所以其實這就是我們在講 近期股價在低基期的 在輪動它就會走過來 那我們來看整體的面板 它其實已經回歸到 正常的近期循環 它也就告訴你說 景氣循環其實正式要回升 明年有什麼 有奧運 有歐洲杯 有美洲杯 這些都會讓你的面板 使用量增加 也有換機的需求 回過頭來看我們現階段 這兩檔個股 你看 有達其實 還是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現在很多股票其實在股 季線底下打底很久 站上季線之後 震上之後 其實在過去這幾天 投信平民的買 平民的買 買一道對 今天是爆量突破 但請注意這邊是一個 比較大的套牢區 所以像這種個股 你怎麼操作 你是等它縮量的時候 再去做布局 爆量不要追 通常它才一爆量就要休息 你看它這裡爆量 這裡爆量之後就休息 股價就往下 對 這是它的特色 那當然位階還是低 可是你在看群瘡也是一樣 群瘡今天也是同步爆量 對 那它也是來到這裡 那你往左邊一看 它也是有突破了 對啊